路灯不在马路上却横躺在停车场内 新竹县竹东镇龙凤停车场就出现了30多根废弃路灯 破裂灯具以及路牌指标占据了8个车位大 长达一年多周边新建社区多 停车需求也大增迎来民众抱怨 车位是看得到停不到 一根根路灯横躺在宽敞停车场内 长短堆叠成小山路过民众都觉得奇怪 为什么好好的路灯不使用 要堆置在停车场浪费油斩空间 最近有民众上网PO文 每次在竹东夏公馆龙凤停车场停车 就看到一旁堆积三四十根 长三公尺和七公尺的大小灯杆 破裂灯具还有十多张路牌指标 下雨还会造成积水蚊虫滋生 周边环境脏乱 晚上视线困暗 还有可能被半岛受伤 堆叠的路灯和废弃管理亭 就占据了8个停车位大小的空间 附近住户新建社区大楼多 停车位需求越来越大 就有民众抱怨 车位是看得到停不到 竹东镇龙凤停车场旁边 有堆置的电线杆跟灯具 这都是换下来的 已经有一年多了 而且这个环境是在 富广社区 急公管社区 远雄社区都是优质的社区 我将要求我们建设客 在月底之前就把它清空 把它标售出去 因为这些材质都是铁质的 是有回收的价值 所以这个方面一定要让这个环境 把它打造的好的环境 所以我一级主管一定会把它做好 做完善一点 原来是公所态换下来的路灯 绽放在公有停车场 但一放就是一年多 接获民众反应后 表示会在月底前清空 将铁质灯杆标售在利用 做环境清洁 让民众有舒适方便的停车空间 留下来的路灯 除了 这些孤单 遢 publisher 付词 这些孤单